只惜慌乱而尴尬,这是他平生最糟糕的时刻,完全找不到平日里冷静的表情,连只退了好几步,方才叽叽垂下头,声音发抖,我…… 抱歉,打扰了,我无一路过,他转身便走,动作急了些,鲜蝎撞在墙上,只恨不得有个地洞可以钻进去,少姨的声音又在背后响起 芷妻师姐,来树尘步了? 芷妻胡乱点头,你,你忙,我走了 他早已忘了来时的路,在战将行宫里一顿乱串,好不容易找到殿门出去,只觉背后冷汗,一层层浸透衣裳,胸膛里的心变得特别重,跳得特别快 他失魂落魄站了一会儿,方玉胯上谢智,忽闻脚步声从行宫内传来,少姨含笑的声音骤然响起 师姐,还好赶上了 她追出来了,芷妻扭头望向她,时隔多年,她身量又高了许多 色泽明艳,样式华贵的长衣穿在她身上,以不再似从前那带着一股造作的风骚劲 以成熟的俊美,如烈酒刀刃般锐利 少姨笑颜颜地向行宫前的石雕上一歪 师姐怎会来树城部,这里可不是什么轻松的地方 可她觉得,她过得挺轻松的 身边时刻有神女陪伴调情 只稀沉默了一会儿,艰难地撒了个谎 善将,植物变动,我被调来这里 少姨微微一笑 主委师兄弟,都还好吧 芷妻默然含首 小泥丘现在如何了 少姨似是全然没发现她的尴尬 闲话家常一般,亲切低语 哦,她应当没满四万岁 还坐不得战将 不知有没有好好念书修行 小泥丘 芷妻正了半日,才明白她是指悬疑 啊,悬疑如今,被清元大帝接到了御华殿 请战将为她指导拳脚,剑道修行 少姨不禁叹了口气 哼,直到小泥丘拳脚剑道 听起来,比守在这里有意思多了 芷妻再也忍不住,急道 你,你以前不是说 想坠守离横海,将它恢复原貌吗 少姨偏头想了想 我说过 她见芷妻脸都绿了,不由笑了两声 放出眺望远处的大阵清光,悠然道 哼,开玩笑的 师姐,我当然说过 难为你还记得 她当然记得 就是因为记得太深,所以也陷得太深 始终相信轻跳放浪只是她的外表 她内心一定有孤傲正直的那一面 芷妻正于说话 忽觉一股突兀的狂风扑面而来 极北之渊满地的冰雪被吹得飞扬飘起 她的头发也被吹乱,急忙用手捂住 这奇异的狂风越来越大 芷妻不禁转头朝天边望去 只见远方天空渐渐泛起一种极其妖异的乌紫色 一团团聚集在一块,将云海挤散 是妖物 轮音术的剧中响声回荡天际 少依长袖似羽翼一般一阵,与风而起 只惜急忙遇使蟹之追上,惊道 这里经常有妖族来袭 她可是刚来,不会这么巧吧 少依道 每天都有 不过今天来的,好像不简单 自从知道黎恨海在极北之渊 下界妖族纷纷觊觎垂险 往往不顾死活,也要冲破大阵获取更多的力量 数尘部因此足足被调制了三千战将 算是六十部中战将最多的一部 战将们显然对这种情况习以为常 个个反应奇快 铜墙铁壁般的屏障瞬间在大阵百里外架起 翻滚的妖物撞在上面,荡起阵阵的涟漪 战将们吹出飓风,将妖物吹散 露出妖物后,藏匿了那四颗交错的巨崖 高有千丈,直插如云 只惜道出一口凉气 好巨大的妖师 这些年,她在新有部绞杀的大多是零散模组 所见妖身往往还没有当出乌江仙子的黏鱼身巨大 今次见到这天地般宏伟的妖身,惊得脸色都变了 很显然,震惊得不止她一个 树尘部久经沙场的战将们也纷纷变色 急匆匆从战将行宫赶来的勾尘大帝 一见着这种情况,当时沉下脸立声道 玉蜀老二,连你也要作祟 她脾气天生暴躁,说动手就动手 双手一抬,便是万道金光撒响交错的四颗牙 战将们也立刻收敛惬意 一时间,珠湾竖法雷动,风卷云涌,飞沙走时 几乎要将这一方天地震碎 惊天动地的攻击之后 却见那四颗牙碎了一地 众神还来不及高兴 他们一疏忽间,又重新愈合在一处 勾尘大帝咬牙切齿 你竟敢细耍圣剑 本来下界,上古妖族大军众多 倒也并非个个趁着离恨海之祸作祟 玉蜀大军与神界关系一向较好 甚至明说过,绝不会堕落成魔 可眼下这是什么 那诡异的愈合能力 正是吸纳离恨海碎片才有的结果 这些妖族,果然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可恶得很 玉蜀大帝低哑的声音自妖物后传来 我虽有心必试,乃何神不由己 这场祸患,是你们上界自己折腾出来的恶果 我家在同族与上界之间实在承受不住 少不得替你们多成就一份恶果 将这离恨海分一半给我 我便扑叫你们神魂俱灭 话音一落,那四颗牙疏得张开 漆黑巨口中,似瀑布一般喷出源源不尽的黑雾 落地变化为八掌大小的白玉老鼠 铺天盖地朝屏障这里冲来 勾成大地黑着脸念动真言 密密麻麻的金光划破几北之渊昏尘的昌穷 在半天裂成无数细小的金针 将那些雪白老鼠一一地盯在地上 只听一阵吱吱乱叫 被盯住的老鼠们纷纷化为团团黑雾 在地上一滚 却又重新凝聚成体 扑向屏障,眼看并要将屏障咬穿 勾尘大地勃然大怒到口不择言 都是竹音室和青阳室同出来的娄子 竹音室到现在也不过来一趟 青阳室只派个年轻的小辈 一屁股烂仗就交给了我们 原来他脾气真的不好 只惜一面好笑 一面将屏障处的玉白老鼠打碎 只听少爷在身后唤道 世界,退开 炙热的风浪迎面而来 屏障下无声无息 蒸腾起树丈高的幽兰火焰 白玉老鼠潮水般撞上火上 被烧得吱吱乱叫 一团团化着青烟消散在空中 再也没有凝聚成体 少爷长袖一挥 幽兰的火焰骤然丈高十几丈 眨眼将屏障包围了一圈 在冷风中灼着的跳跃 这是当年对付环妖的毁灭之火 只惜又是惊讶又是佩服 那时候他可只能换出一小醋 他不禁转头望向少爷 他满脸气定神仙 好像一点都不费力 出了这个青阳士 都上去打 给我往死里打 暴躁的沟沉大帝一面怒吼 一面迫不及待第一个冲上去 战将们与玉鼠大帝带来的群魔斗成一团 半边天都被霞光照亮 少爷铺好第三层毁灭之火 呼听一阵银铃般的笑声 骤然在不远处响起 随即一个妖娆的女生开口 少爷你这个没良心的 说好要下季看我 过得这么久才来找我 下一刻地上乱窜的白玉老鼠们 突然凝聚成一道身影 羽衣泥伤 分外妖艳 少爷双眼微微的眯起 但觉寒光一闪 这团丽莹手里握着的一柄漆黑的刀刃 朝着自己灭门而来 他偏头让过 眼角余光 瞥见银龙一般的软剑 夹杂着风雷气息席卷而至 不远处地止息长袖一阵 软剑将这女妖捆了个结结实实